开讲了是小编特别喜欢的一档节目 每一期都会邀请一位公众人物或各个领域的权威专家来做演讲 并现场接受台下观众的提问 而其中一期开讲中就邀请来了一位在业界十分著名的心理专家 在专家演讲完后的提问环节 萨贝宁就代替观众问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 专家七个字满分作答 单身太久是一种选择 这句话赢得台下满堂喝彩 对呀 为什么单身 那是因为是你自己选择的 是你选择单身 但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怎么可能 主持人毕竟是北大还行萨贝宁不皮一下 那还是他吗 接着他就追问了一个问题 那万一这位观众说 我想选择不单身 但没人选择我 怎么办 专家十分淡定地回应道 有很多时候人的内心是冲突的 他希望跟人建立联系 希望能够获得别人的认可 但是他在行为上又尽量不去跟别人交流 只是希望别人能够更主动地来靠近自己 接受自己 所以自这个时候 心理医生就应该运用这个规律 让他变得主动起来 让他尝试去改变他的行为 实质与他的冤枉相吻合 其实想要改变单身的现状也是非常简单的 单身的朋友要注意了 首先你要尝试改变自己的行为 改变自己的选择 要有选择的对象 不要选择单身 让你的身体和心里的目标吻合 这样你才会摆脱单身 会很快地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我们要先把自己的门打开 然后把自己放出去 这样才能得到异性的注意 才能够摆脱单身现状 还有网友说 就算摆脱不了单身 还有一群机友在等着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